一位美丽富婆暴毙在泰国街头 她的离奇死亡 牵扯出十几桩连环毒杀案 受害人数多达15人 仅有一人幸存 而这毒杀案的始作俑者 竟然是一名怀有四个月身孕的警察夫人 首沾十四条人命的她 很有可能会因为怀有身孕而逃脱应有的惩罚 32岁的施丽鹏是一位时尚靓丽的女性 她虽然还很年轻 但她在经商方面非常有天赋 年纪轻轻便已经有了丰厚的身家 她不仅事业成功 而且性格外向 喜欢结交朋友 所以她在工作之余私生活也很丰富 2023年4月14日 去泰国乐无礼府参加放生活动的施丽鹏 正拿着一袋鱼准备走向码头 却突然痛苦地倒在岸边没了呼吸 周围的路人见此情况陷入了慌乱之中 纷纷簇拥过来试图查看施丽鹏的情况 同时也拨打了急救电话 急救人员赶到后 对施丽鹏紧急施展了救援 但她仍然不见起色 见此情况 急救人员便立马将施丽鹏送到了医院 并通知她的家属前往医院 经过医生的诊断 施丽鹏因心脏病发作而身亡 她的父母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乱分 但同时也觉得不太对劲 因为他们的女儿生前作息健康 从无不良嗜好 怎么会因为突发心脏病而去世 于是施丽鹏的父母坚持要对施丽鹏的遗体进行尸检 很快法医的鉴定报告就出来了 报告显示施丽鹏死于心理衰竭 血液中还检测出了氢化物 氢化物是一种含有剧毒的化学物质 成年人只需口服半个硬币大小的氢化物粉末 就会中毒身亡 这就说明施丽鹏不是简单的猝死 而极有可能是中毒身亡 更蹊跷的是 当施丽鹏父母拿到施丽鹏的遗物后 发现他的一些财物竟然丢失了 其中包括4万泰铢的现金 一个名牌背包和两部手机 种种迹象都表明施丽鹏的离世十分可疑 于是施丽鹏的父母选择立即报警 警方在了解情况后 决定对施丽鹏的死亡真相展开调查 警方先询问了施丽鹏的家属 施丽鹏的妹妹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案发当天施丽鹏曾在社交平台发布过一则动态 表示他要和一个新交的朋友参加佛教放生活动 但是警方从案发现场的监控来看 施丽鹏分明是一个人去放生的 警方抓住这条线索 细细查看了放生地点附近的所有监控 终于锁定了一名可疑人物 并在4月25日时将他从曼谷逮捕 此人名叫沙拉特 是一个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孕妇 他承认了自己是施丽鹏的朋友 但他却说并不知道施丽鹏那天去放生了 还表示对鹏肉的意外身亡感到难过 警方见状便拿出了监控证据 监控显示 当天沙拉特曾与施丽鹏一同出现在放生寺庙的附近 面对证据 沙拉特又改口称 他确实也去放生活动了 但是因为自己有孕在身就先离开了 并没有察觉施丽鹏身体异常 对施丽鹏无端消失的财物 也否认与自己有关 沙拉特前后不一致的口供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于是对他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4月26日 警方在沙拉特的家中 发现了一个装有液体的药瓶和一个有很多分装包的袋子 以及大量空的医药用的胶囊 几天后 警方在沙拉特的母亲家中搜查时 又发现了两个装着白色粉末的塑料袋和一个很奇怪的文件袋 里面装着十多份文件 且每份文件中的人名都不一样 经警方检验人员鉴定 那些白色粉末正是情话物 但这也无法证明沙拉特与施利鹏的死有直接关系 顶多算他未经许可持有情话物 除了搜查出的这些东西以外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沙拉特下毒的直接证据 而沙拉特也始终不承认他给施利鹏下了毒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 泰国的许多媒体竟然开始争相报道这起案件 而且都是以孕妇下毒杀有这样的标题来报道的 这种带有离奇色彩的新闻事件被媒体报道后 迅速成为泰国的社会热议话题 没想到这却给警方破案提供了助力 一些受害者家属在看到新闻里出现的沙拉特之后 选择了报警 他们称他们的家人 与施利鹏遇害的过程如出一辙 也是在和沙拉特一起外出后突然身亡 施利鹏的案件虽然还没有新的证据 但现在牵扯出的将近十几桩的旧案 让警方更加肯定了沙拉特就是凶手 于是加大了警力 对沙拉特展开了地毯式的调查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今年36岁的沙拉特 曾在大学主修公共关系专业 根据学校老师的回忆 学生时代的沙拉特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 外表和言行看起来就是普通大学生而已 2009年大学毕业后 他与一个名叫威顿的男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威顿是一名警察 而且级别不低已经升到中校 在警局也坐上了副局长的位置 两人婚后感情不错 先后又有两个孩子 沙拉特作为警员家属 住在警察公寓中 在外人看来 这就是幸福美满的一家 而且现如今沙拉特还怀有四个月的身孕 从他的个人经历中警方并未发现不妥之处 但警方从近期的受害者家属们的报案中 却发现了看似人畜无害的沙拉特 其实与这些可疑死亡案例都有关系 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 警方已经确认有15名受害者和沙拉特有关系 除了有一名受害者抢救及时没有身亡以外 其余的14人全都是亡于非命 这些案件和施力彭案有很多共同点 首先受害者都是突然死亡 其次受害者都与沙拉特相识 并且在结束生命前都和沙拉特接触过 最奇怪的一点是 这些受害者的家境都不错 在离其死亡后或多或少都有财务丢失的情况 其中有两起案件的受害者身份还是女警 就在2023年4月1日 女警尼帕和沙拉特一起去佛斯祈祷 之后就突然死于呼吸和心脏衰竭 法医失检后 发现她的血液中有情化物的成分 在尼帕意外身亡后 她的家人发现她的1万泰铢现金不见了 银行账户中的14万泰铢也被人取出 另一名被沙拉特毒害的女警是警察队长坎达 在2022年8月10日 坎达的遗体在车中被发现 她的遗体没有任何受伤的迹象 她的家属告诉警方 坎达曾借过钱给沙拉特 然而在她去世后 她的手机、智能手表、平板电脑和行车记录仪都不见了 与此同时 警方还发现这十几名受害者的死亡时间 大多都集中在近两年 但由于受害者都已经入土为安 无法进行事件 所以他们的死因警方还没有全部查明 但有两点警方可以肯定 首先这些受害者在出事前 都吃了沙拉特给的饮料、食物和胶囊 包括施利鹏也是在吃了沙拉特给的胶囊后突然死亡 其次这些受害者几乎都是沙拉特的债主 他们都和沙拉特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 围绕这一点 警方对沙拉特的财务问题进行了调查 警方调查后发现 沙拉特从很早以前就沉迷于网络赌博 签下的赌债高达千万泰铢 为了还钱他故意用警察夫人的身份 去接近一些女警和白富美 等到这些人对沙拉特产生信任之后 他就会向对方借钱 一开始只是几百到几千元泰铢的小数目 不久后就是几万几十万泰铢 而这些借钱给他的人最后都成了受害者 这还没完沙拉特还会将受害者的贵重物品拿去变卖 甚至还冒充受害者的家属去讨回他们的外债 在众多的受害者当中 警方发现一个名为大先生的人非常奇怪 沙拉特和警察丈夫威顿结婚多年 去年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离婚了 年底的时候沙拉特就和这位大先生恋爱并且同居了 现在沙拉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大先生的 就在2023年的3月12日 两人结婚才过了几个月 这位大先生突然死亡 依然给出的死因是心率失常 警方注意到大先生死后 他身边价值超十万泰铢的金首饰 和数量不明的现金就不翼而飞了 更诡异的是警方发现这件事之后 沙拉特和前夫威顿忽然和好如初 继续搬到一起住 沙拉特全然不顾自己肚子里 还怀着刚刚去世的男友的孩子 不仅如此 他还非常隆重地庆祝起了自己的生日 从庆生的视频和照片里 看不出丝毫伤感之情 沙拉特这不正常的举动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于是警方便重新调出大先生的死亡报告 发现大先生的体内也曾检测出情话物 警方推测可能就是沙拉特和威顿合谋 算计了大先生 于是警方立即传唤了威顿 对他进行了审讯 然而他和沙拉特一样 对此是抵死不认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指控他与沙拉特合伙谋杀 警察只好先将他临时释放 不过很快就有了新证据的出现 案件才发生了转机 警方调取了大先生住所附近的监控 发现大先生死亡之后 就是威顿开车将沙拉特接走的 之后他们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找了跟大先生借过钱的人催债 之后他们把大先生的车开到了外地 把车作为贷款抵押品处理掉了 有了这项明确的证据 警方已协助销赃对威顿发起了逮捕令 威顿闻声立马去警局自首 承认了他之前提供的是假口供 但他否认与沙拉特串通谋杀 同为警察的威顿 对警方审讯的套路一清二楚 警方一时间拿他无可奈何 只好寻找其他的突破口 在进一步调查过后 警方发现沙拉特和威顿的感情里 还有另一个介入 这个人就是威顿的情妇诺娜 在警方眼中没有从警经验的诺娜 应该更好审问 不出所料 在警方严厉的审问下 诺娜吐露了不少实情 她承认自己与威顿 还有沙拉特的关系亲密 沙拉特的新男友大先生死后 他们三个还一起去了另一个地方度假 诺蒂就是要给沙拉特制造不在场证据 虽然诺娜也不清楚更多的内幕 但她所说的也已经足以证明 威顿参与了沙拉特的连环谋杀案 甚至可能一直都是她的后援 目前警方还在查找威顿 参与连环谋杀的直接证据 而威顿现在已经被革职 正在等待法院的传讯 威顿也表示自己会积极配合警方破案 案件调查至此 即便沙拉特仍然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 但警方已经有足够的间接证据和证人 可以起诉沙拉特 她将面临约80项刑事指控 其中包括14项谋杀罪 罪名之多创泰国犯罪史最高记录 不过在案件调查过程中 警方还对一件事非常重视 那就是沙拉特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些情话物的呢 难道此事还涉及黑市交易 没想到答案竟出乎意料的简单 这些剧毒物竟然是沙拉特网购买来的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沙拉特有情话物的网购订单 而以同样方式购买情话物的还有一百多人 每个人都被警方打电话调查 谁知道这些人里竟然还有泰国知名女星 更重要的是在泰国这么容易就能从网上买到剧毒情话物 也很不可思议 不仅泰国对有毒物质的管控不到位 泰国的验尸系统可能也不是全国互通的 致使信息交流不太畅通 有知名法医专家评论说 如果泰国有一个验尸系统 让验尸官能够将死者死因 尤其是可疑的死因归纳在一起 沙拉特的罪行可能会更早被曝光 许多生命可能会得救 而对于沙拉特来说 他能在短短几年内犯下这么多血案 直到到现在才被发现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漏洞 然而直到现在 十几条人命的消逝 似乎也很难换来法律的正义 虽然受害者家属要求判处沙拉特死刑 但据一些法律专家说 即使他被定罪也不会被判处死刑 因为泰国法律明确规定 罪犯不得在怀孕期间被处决 被判处死刑的孕妇因等到孩子出生后三年 届时他的刑期将减为无期徒刑 这条法律的初衷原本是为了保护未出生的婴儿 如今看来 沙拉特肚子里与受害者的孩子 竟然成为了他逃避死刑的保护伞 在沙拉特被捕后 他一直被关在曼谷的一所女子看守所中 据监狱长透露 沙拉特已经迅速调整好状态 适应了监狱里的环境 并且能和其他囚犯聊天 正常的吃饭睡觉 像没事人一样 他还能因怀孕逃过了死刑 分娩后仍然有权和孩子在一起 而那些被他夺去生命的人 他们却再也回不来了 那些人的家属们更是日日夜夜活在痛苦当中 在这些受害者当中 尼普拉是一名曾与警方有过多次合作的医生 他的妻子在2015年认识了沙拉特 2020年10月 妻子产下二胎 尼普拉因工作繁忙不能照顾妻儿 就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休息 妻子曾告诉尼普拉 他觉得自己产后肥胖 沙拉特就给他寄来了两份减肥药 当时尼普拉觉得这只是女性之间常见的话题 所以并没有起疑 然而在2020年11月25日晚上 妻子吃了沙拉特给的减肥药后 就惨死在了孩子面前 尼普拉的丈夫至今都很自责 认为是自己的疏忽才没能挽救妻子 尼普拉失去了挚爱 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母亲 十几个家庭都经历了这样的悲痛 可犯下这些血案的始作俑者沙拉特 却仍然心安理得地活着 针对沙拉特的判决到底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果 如果他最终真的逃过死刑 那将是对受害者及家属最大的不公平 不过目前案件的审判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一切都是未知 只希望法律能够公正地站在受害者这一边 今天的案件分享就是这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看法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 我们下期见